近五年香港的经济为什么不行了 首先我们要去理解 香港过去的经济为什么能行 1997年香港回国后的几年里 香港的经济其实是一路下滑的 为啥也很好理解 当时香港的大资本怕制度改变 很多都跑到欧美发达国家去了 直到03年 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开始快速腾飞 中国需要一个 人民币能够自由国际交易的市场 用来融资和更加方便的进出口一些产品 欧美发达国家也需要一个 能够去赚取中国人口红利的通道 于是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 天然上拥有西方人的好感 毕竟当时的香港还是完全继承了 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的法律 能够有效的保护私有财产 给了欧美那些资本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香港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 市场规则就是说清楚 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不能模棱两可 不能说变就变 不然我的钱进入市场 然后市场规则给我变了 不允许钱出去了 那没人敢去呀 那些欧美基金愿意在香港设立投资总部 除了考虑语言的便利性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资金出入境便利和安全 政治稳定 法治健全 私有财产必须受到保护 不然欧美基金今天刚投资一个企业 明天这个企业就因为一个30年前的问题被没收了 这欧美基金不是都没地方去哭 香港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 反对政府干预 哪怕9798年香港金融危机 索罗斯疯狂做空中国香港的港币和股市 眼看香港人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倒被干没了 当时的香港地方政府也还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下场就是 当时的香港财政市司长 曾英们都觉得动用香港地方政府的财政就是 是动摇了香港生存的根基 动摇了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石 香港人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迷恋 就如同当下内地对考工的迷恋一样 当然也是这几年香港在我们眼中乱下的根源吧 毕竟在他们看来政府下场干预已经规划好的市场规则 就是既做裁判又当运动员 市场根本毫无公平可言 当然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好 政府干预市场有政府干预市场的好 当然两者也都有弊端 这是一场永恒抗争的难题 他们的好与坏其实只取决于你处在什么社会阶级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造就了03年之后 香港成为了一个华语区的自由港 成为了中国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当时的香港可以购买全世界各国家的土特产 很特别的土特产 比如美国在一些东西上给中国搞技术封锁 中国想要购买就可以通过香港来运作完成 另外中国加入WTO之后 人口红利的快速爆发 也使得欧美资本需要一个可以快速合法掠夺中国人劳动剩余的窗口 香港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借贷人和欧美放贷人之间的撮合渠道 2010年开始 美元基金主导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拿到了美元投资的企业将上市地选择在了香港 港股巅峰时的1819年 港交所募资额在全球证券交易所中排第一 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都在源源不断的流入香港 直到2020年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 中美之间经济摩擦家具以及大家长对香港的管理加深 香港的定位正在慢慢改变 从一个自由港变成了一个一线发达城市 香港的定位为什么会改变 怎么说呢 家里呢一直有一个跟你唱反调的调皮孩子 以前呢家里穷 还需要你这个会英语的调皮孩子跟其他家庭去沟通 毕竟家长不会英语啊 现在家里呢也富了 那些会英语的家庭眼看着中文家庭越来越富有 嫉妒呀一定要把你这个中文家庭给搞下去 于是呢中文家庭的家长想 这群英文家庭都要把老子搞死了 那我也就不需要跟这些英文家庭去沟通了 那这个调皮的英语孩子也该管教管教了 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 香港03年后能够重新腾飞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想要欧美的钱 欧美呢也想要赚中国人的钱 香港呢刚好可以成为中间联系的牛蛋 现在呢就是欧美在中国人身上很难赚钱了 基本都在转向东南亚印度非洲这些新兴市场 毕竟这些市场呢就跟20年前的中国一样诱人 当然本来也不至于全部转向这些新兴市场 但是谁叫中国太强势了呢 紧追着老大美国干 那香港存在的必要性就没有了 2023年香港股权融资规模才1400亿港元 相比于过去的四五千亿港元的规模仅剩三分之一 要不是2021年中概股回归 其实香港的股权融资规模应该从2020年就会一路下跌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呢可能一去不复返 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经济越强越不需要香港 老子经济内循环加上一带一路人民币结算 那经济变入呢不能丢面子 扶持上海去干一干 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正在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衰退区 香港呢钱跑了人也跑了 过去呢由于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香港阶级固化的事实 在一个香港电视台的采访节目中 一个家长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一所不错的幼儿园 校长呢却非常自豪的发言 他们培养的孩子未来是有资格可以给李嘉诚打工的 给李嘉诚打工成为了人生理想 就如同内地给996的大厂打工成为了理想 事实变迁的其实很快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哪怕是在二战期间 上海都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 无论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 全部雄居亚洲第一 当时的上海还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 全球第二大钻石现货交易中心 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 但是这一切到五十年代戛然而止 香港和上海一样 香港的明天不由香港来决定 而是在于中美之间的角逐 然而中美似乎都在放弃香港 香港今年的明天也许真的没有希望